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觉很亲切 感觉这是一个出名的东方蜘蛛 好像来到一个宝岛一样 普罗榴莲一鸡棒 能在榴莲园里吃新鲜的榴莲 别有一番风味 代表宾州政府欢迎榴莲食客的外逼黄伟毅 就希望将这种旅游特色发扬光大 平常人来的话是不可能一边吃榴莲一边交流 但至少我觉得说他们是一种 这是一种新的旅游场势 然后我觉得也是未来我们可以开发的 其中一种生态旅游 生态旅游在槟城是比较少注重的一个层面 很多时候有人在推动也是那些私人团体在推动 但是真正如果有官方跟民间配合的话 还是相当的少 所以我想这个是往后我们可以开拓的一个层面 平常榴莲之后 言论热辣的加码 光华日报总编辑胡锦昌 以及兵州光大州议员黄伟毅 开始平时事了 让大伙大饱口服的丹尔也能够大饱耳胡 其实我有个感觉 这种旅游 这种水果旅游 生态旅游 是我们槟城的可能是一个亮点 还没有被完全开发出来 我们这么走上去 我们看 其实除了我们这个南天门之外 就还有好几个 好多的这个榴莲园 是吧 然后有各种不同的这些品种 我们在吉隆坡都从来听也没有听说过 那今天从上让我见识了 有这么多的这个品种 你看香港人也来 对吧 但是没有看到多少外国人来 对吧 将来跟我们合作 我们帮您宣传 再加上州政府给你们播一些款项 把什么呢 把那个厕所修建的比较漂亮一脸 比较美一脸 靠近一脸 这个棚子 弄得比较有点特色一点 接近生态这样子 除了州政府 我们中央政府也非常支持的 我们已经拨了3000万给旅游部了 3000万旅游部 黄燕燕先用了180万 来宣传你的榴莲园 这是地方政府不跟我们中央政府合作 这是他们自嘲苦吃 我是名人不作暗示 我不是背后讲你 我今天在你的面前要讲讲你 你为什么你老婆是华人对不对 你也是华人对不对 你为什么背叛祖宗区要注册什么安纳 马来西亚岛岛岛镇这样子的东西 这个也不是背叛吗 因为国族和种族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我想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尝试 一个新的尝试 至少我们要贯彻 我们马来西亚民族的这个概念 让更多的人知道 其实我们并不需要把自己分为什么族 我们基本上我们都认识我们是华人 我们是有我们有印度人 我们有马来人 但是呢对外的话我们都是同一条心 我们是马来西亚人 不对至少我们两个不同意他 因为因为我是马来人 如果他这样子搞了 我以后马来人没有地位看不见 你是马华党员你也不可以同意他 因为马华党员已经说了 他把华人这样子搞的话 是不要自己的种族 是背叛 这个也不见背叛 这个也不见背叛 不是背叛 至少我不会报警的时候 把自己讲自己是马来人 看到这么多人对自己种的榴莲赞不绝口 郑老板可是乐开了怀 他以自己配种 前滨州首席部长敦林仓佑 最爱吃的榴莲品种 以加码的名字来命名 就叫做加码榴莲 每一年 那个前首席部长敦林仓佑 每一年他都是来吃这种 吃这种 我们每一年都招待他 每一年他都是来南天门堂边吃 他不吃这个 最多你开了他吃 里面一两个吧 去年他最后一次吃就是六月的榴莲季节 对了他不后就走了 今年他只是 他的女儿只是拿去拜他 哇这个拿去拜 昨天我才拿下去 他问我这颗有没有掉 我说有啊 我就快点拿下去 他说要不知道昨天还是今天拿去拜 拜他爸爸 所以你要先去这个名字 每一年他都吃这个 这个名字 这个没关系 上次他有问我 为什么不放我的名字 我说你的名字 以前在那个雷老那边有一颗他的名字 平常有的最爱 加码榴莲 好不好 好 鼓一鼓掌 恭喜恭喜 名嘴加码这趟带团来吃榴莲 收获可不小啊 当然 能和心爱的DJ一起品尝各种美味的榴莲 大伙可以说是满载而归 难怪他们会兴奋的说 明月收到啦 MING PAO TORONTO 頭前的路 不知道我等我二寇 看不見 行到一步三一步 無罪難路 已經淡淡我三寇 只準風 只準風 只是好暈的心情加緊張 成功有悲休 不知道有多苦臭 我們選中的路 一定更是高成功 結定的心看我們向前行 請你的祈禱我們的命 有人出事就好命 我們是用命在打拼 我們驚失敗慢慢向前行 我們名無事替主定 只要用心來打拼 一定唱出我們的命 只要用心好命 現定的心看我們向前行 請你的祈禱我們的命 有人出事就好命 我們是用命在打拼 我們驚失敗慢慢向前行 我們名無事替主定 只要用心來打拼 一定唱出我們的命 在想要進行 然後 心在心中 我們既然是儘管 我們將來打拼 我們esehen… 還有任何讓我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